其實 Yodavadeva最大的競爭對手 還有一位喔 就是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第五十五歲的小將Zakitova 而且這是他的同門師妹喔 雖然年紀非常輕喔 但是整體的技術展現非常的純熟 作詞・作曲・総曲 李宗盛 Plying can we spea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tep sequence 漂亮的三圈接三圈组合跳 这是目前难度最高的烙子街路 triple flip triple flip triple flip Layback Spin 换脚的组合旋转 天啊 今天表现真的是太好了 哇 堪称完美啊 真的 他把这个黑天鹅在短曲的部分演绎 看起来应该很有机会突破 他的个人这家短曲的一个成绩 他短曲这家记录是76.27分 那当然在俄罗斯的全国赛 他是拿下了78.15分 而且真的很难想象 他才十五岁就有那么纯熟的一个技巧 对 这位技巧的女性非常亲手 而且也蛮稳定的 嗯 完成的质量非常非常的高哦 对对对 对对对 差点 doesn't say anything 她在藝術表現上面 也是相當的親手 她是第一位青少年女子選手 總分是可以拿到兩百分以上的 一個實力的選手 而且 就算從青少年組轉戰成人組 對她來講好像也都一樣 並沒有適應上的一個問題 沒錯 這也代表她的心理素質真的非常非常強大 目前拿到短取這家分數的是 是她的同門師姐 78.57分 看起來師妹是很有機會來挑戰一下師姐的一個紀錄 雖然是這次歐錦賽年紀最小的選手 那這也是她第一次在歐錦賽來亮上 來看一下她的分數 這次歐錦賽年紀最小的選手 十五歲的Zakitoba 她的紀錄分是三點九九 在表演分的部分是三十六點二八 所以拿下了八十點二七分 還在所有選手當中的第一位 也刷新了自己的一個最後的成績 哇 真的很難想像喔 在這次歐錦賽年紀最小的選手 十五歲的Zakitoba